大家好,我是热豆 很多人留言想看电剧惊魂 本片极其暴力血腥 上映的时候甚至多名观众直接下晕过去 可以说你一边看一边肉统 但是它的魅力也无可抵挡 身为一个恐怖片 豆瓣评分高达8.7分 我解说了那么多恐怖片 7分以上就已经是很优秀了 它是8.7 即便是imdb的评分也高达7.6分 拍摄只用了18天 成本可怜的只有120万 但是票房翻了近42倍 正是由于第一部的成功 之后7部续集 续集之间相互联系 并且不断反转 8部恐怖片均分7.5 足以见到此系列的质量之高 它绝对不是一个单纯的血腥恐怖系列电影 只有当你看完了才能体会到 你是真的误会它了 那么话不多说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第一部的故事吧 故事开始 一个小年轻从浴缸中醒来 发现自己被关在一间封闭的房间里 脚被锁链锁在水管上 房间的对角同样的被锁的一个中年男人 他是一个外科医生 而在两人之间 一具手拿着枪和录音机的尸体 趴在了血泡当中 应该是自杀死后不久 眼前的触境呢 两人是惊慌失措 这明显是被人绑架了 慌乱中 双方发现身上各有一盒瓷爱 医生的手里还多了一颗子弹和一把钥匙 赶紧拿钥匙打开脚链 果然是不匹配 联想到中间死人手上的录音机 那么就捞过来拨下看看是怎么回事吧 此时低沉苍老的声音传来 这个人应该就是幕后黑手了 言语中 似乎小年轻是个猥琐的偷窥狂 今天他将会死 要求医生在六点前必须杀死小年轻 否则他和他的妻子女儿都得死 唯一能出去的线索是找到一个X的标志 游戏开始 两个人都很懵啊 由于腿被锁住了就这么大点地方 一同寻找 小年轻从马桶水箱里还找到了一个黑袋子 里面竟然是两把锯子和一些相片 先别高兴太早 两人忙活了半天 锯子太细 根本就不可能锯断链链 还是医生聪明 这明显是让他们锯腿的 此时的医生也想起来了 他似乎是知道了背后的黑手 到底是何方神圣呢 时间来到几个月前 当地发生了几起残忍的连环掠杀案 一个人在布满刺的铁丝网里穿越 结果扎到了动脉而死 旁边就有一卷同样的录音带 原来呀 中联人明明是滋润的中产阶级 但却想要自杀以求关注 这么不珍惜生命 所以幕后黑手准备了这个机关 定时两个小时之后 地下室的大门就会永久关闭 如果中联大哥想要出去 就必须穿过铁丝网 在求生欲的促使下 他最终死在了里面 还有一个死者 对外宣称自己得了重兵 不好工作 结果天天在外花天酒地 被幕后黑手绑到了地下室 浑身涂满毅然的油纸 出去的钥匙 在眼前的密码箱里 而密码箱的密码 混在墙上无数组数字当中 死者只能靠眼前的小蜡烛 照密码 果然自己把自己给烧了 而幕后黑手呢 外号数据 他从来没有杀过人 只是设计精妙的机关 严格来说 所有的死者都是自杀 而且墙上啊 有一个可以观看的洞 说明他喜欢近距离 欣赏自己的杰作 医生之所以知道这些 是因为他的医用手电筒 不知道为什么出现在了犯罪现场 也就被黑人警长 和他的搭档给盯上了 他在出具的不太靠谱的 不在场证明之后呢 随即被释放 但是警察其实还是有疑心的 特意让他一起来听一听 一个新的女受害者的资数 眼前的这位叫做阿曼达 目前唯一从数据手上 活下来的受害者 原来啊 他是个瘾君子 这都是些透支生命找乐子的啊 也被绑架了 数据给他的录像里说了 他头上戴的是个定时机关 几分钟之后就会自动关闭 就像这个石膏一样 解开机关的钥匙 在旁边一具尸体的肚子里 是挖钥匙还是死 就看你自己的选择了 阿曼达不想死 赶紧去找钥匙 这才发现 眼前这可不是一个实体 一个大活人被麻醉了而已 为了活命 阿曼达还是捅死了这个人 摘掉了机关 至此之后 他终于知道生命的重要了 因此还直接戒掉了毒瘾 这也是他为什么能活下来的原因 数据跟人玩他的那个游戏啊 只要你按照他的游戏规则来 是真的能活下来的 警长为了追踪这个案子 不免不休 这天 在录音呆的背景里 认出了涂鸦 似乎是一个当地的黑帮的标志 背景音里有相防车经过的鸣叫声 两个线索合到一起 很快就确定了一个废弃的仓库 两人立刻前往 果然到处都是制作机关的玩意 不仅如此 这里还发现了一个新的受害者 还没开始他的游戏 此时电梯声传来 警长赶紧招呼还原现场 然后藏起来 等带着头罩的数据一出现 立马现身拘捕 但是数据暗动了机关 20秒内电钻就会把这个受害者钻死 救人还是抓人 这又是一个选择游戏 慌乱中 搭档干脆一抢打坏的机器 数据趁此机会 一锈剑划伤了警长的脖子 夺路而逃 搭档追过去 无意间踩到了机关 被门上的几条猎枪当场打死 时间回到现在 小年轻听得生气 愤怒中砸碎了玻璃 这才发现背后竟然有摄像头 果然符合数据 喜欢近距离观看的特点 看来他此刻正在看着房间发生的一切 医生建议先冷静下来想想办法 这个时候呢 忍不住回忆起了自己漂亮的妻子 和可爱的女儿 还分享给小年轻看照片 小年轻翻了钱包啊 却发现医生的妻女被绑架的照片 这明显数据是玩真的 但他也怂了 如果医生看到啊 搞不好马上就要搞死自己 立马把照片给藏起来了 就在这个时候 小年轻想试试关灯会不会不一样 果然关灯之后 墙壁上出现了X的荧光标记 凿开瓷砖 里面是一个铁盒子 之前用不上的钥匙 显然就是开这个的 赶紧打开 眼前出现了两根烟 其中一只沾了一点血迹 还有一部手机和一张纸条 纸条上数据提示医生 其中一只烟沾了点中间尸体的血 这些血是带毒的 依然可以杀死小年轻而无需用枪 真贴心啊 但是医生还是不愿意 拿出手机报警 果然只能接不能打 望着地上的毒血 医生心生一计 立马关掉了灯 交代一番 等再次点亮 两人像演戏一般 医生假装给小年轻拿烟 小年轻很爽快的就接来抽了几口 然后演技浮夸的倒下 医生对着镜头大喊 还不放人呢 然而一阵电流过来 小年轻直接被电到无法自持 显然别人早就想到了 全部都准备好了 你们这些伎俩 这个时候手机响了 医生赶紧接起 没想到是女儿的声音 老婆和女儿啊 被人用枪指着 要丈夫不要相信小年轻说的话 这个小年轻早就认识他 说完就挂断了 其实两人不是没有交集 之前录音带里说小年轻是个头卫皇 因为他是个狗仔 专门收钱替人跟踪目标 而他最后一个目标 正是医生 不过之后回到家就被人打晕 也就送到了这里 妻子让其不要相信小年轻 肯定是背后黑手的意思 而医生呢 早就对小年轻也有所怀疑 能离奇的猜到线索 问起经历又是遮遮掩掩 对医生还处处防备 肯定有问题 两个人说着说着就吵了起来 在争吵中 小年轻一无一时的就交代了 他就是受人委托 跟踪偷拍你的 你也不是什么好鸟 经常跟医院的小护士私会 我都拍下来了 而委托他的那个人 正是受伤后的黑人警长 这个警长啊 自从这件重大事故之后呢 就被卸认了 但他执着的认为 医生就是真凶 所以一直私下里监视着他的家 企图找到蛛丝马迹 之前跟句子放在一起的相片呢 正是小年轻偷拍的 无意间他发现一个男人 出现在医生的家 医生拿来一看呢 这个人不是医院 毫不起眼的护理员吗 他对医生了如指掌 知道偷情的事 所以趁着偷情的时间去作案 然后把手电筒放到现场 难道说他就是背后黑手 果然 此刻 后面透过摄像机 注视着这一切的 正是这位护理员 不知不觉中 时间已经到了六点 护理员呢 准备按照游戏规则 杀死医生的妻女 动手前 拨打电话 让妻子亲口告诉医生 她的游戏失败了 但殊不知 妻子早就挣脱了绳子啊 趁乱抢过枪 护理员自然不肯罢修 扑过去反击 两人流打到了一起 慌乱之中几声枪响 而一直在周围叮烧的黑人警长 也听到枪声赶紧赶过来帮忙 不过最终 护理员把警长给打晕 而医生的妻女 已经不知道跑到哪去了 只能逃走 听着电话里的枪声和呼喊 妻女是生死未谱 医生再也冷静不了了 失去理智的她 决定用锯子锯断被绑着的脚 与此同时 护理员逃走后赶来的地方 竟然就是医生和小连青所在的荒废的第二室 警长也亮亮相相的追踪过来 被护理员一枪打死 医生拒断腿之后 爬向中间尸体 拉取了手中的枪 加上之前口袋的子弹 为了妻女 直接装上 打死了小连青 大门打开 护理员走了进来 先是对着小连青的尸体 踢了两脚 确认死亡 然后打算打死医生 因为游戏时间已经过了 没有在规定的时间杀死 那么他就必须死 这就是游戏规则 正要动手 没想到 小连青突然拉倒了护理员 猛扑上去 失去理智般的疯狂攻击 用水箱盖子将其拍得血肉模糊 以泄愤怒 原来这一切也是医生的计划 他假装失控 其实只是打伤了小连青的手臂 并不致命 等数据进来 螳螂不缠 黄雀灾后 再由小连青突如其来的攻击 两个人就可以活救了 现在他爬出去求救 放心他会带人回来救小连青的 但是他真的回得来吗 幕后黑手数据就这么死了吗 小连青想从数据的尸体上翻一翻 看能不能找到狡链的钥匙 没想到他翻出来的 却是除了他们两个以外的第三个录音机 点开一听 熟悉的声音再次传来 正是数据 这是对护理员说的 原来护理员也是游戏的一个参与者 他的体内有慢性毒药 必须在杀死医生的妻女和自救上做出选择 这也是为什么他一定要等到六点 也就是医生做出选择之后 才准备杀死医生的妻女 因为这是他必须遵守的游戏规则 如果护理员不是数据 那么数据到底是谁呢 就在此时 身边似乎有点动静 一直躺在中间的死尸 竟然缓缓的站了起来 扒掉了脑袋上的假伤口 原来他才是真正的数据 真正的背后黑手 数据先是给自己注射了 延缓心脏跳动的真迹 布置了现场的这一切 让自己看起来像个死人 而这也符合他喜欢近距离观看自己游戏的特征 他曾经是医生手上的一名老癌晚期患者 长期受到病痛的折磨 而他看到许许多多的人 有着健康的身体 鲜活的生命 却毫不珍惜 喜欢装病的 自杀的 吸毒的 婚外情的 任何对美好生命毫不尊重的这些人 都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所以他要对这些人进行惩罚 惩罚的方式便是玩这个死亡游戏 人活着往往不知感恩 但是经过死亡游戏之后 他再也不会了 最终 数据蹒跚地走向大门 关上大门前宣告 游戏结束 只听到小年轻 绝望的呼喊声 越发的变小 显然呢 他没有通过游戏 注定要在黑暗中死去 故事到这里 也就结束了 确实很多人 活着并不知感恩 透支着生命去玩耍 或者去奋斗 索取物质回报 等生病的时候 才会感叹 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 没想到看个恐怖片 竟然看出了哲学道理 在下一步里 数据将会继续设计他的机关 他从不杀人 只是逼人做出选择 当这个人通过之后 他将再也不会侵蚀生命了 那么下一集将会更加的精彩 我是厄斗 一个让你沉溺于故事的讲述者 浓缩电影精华 又不失他本来的魅力 扫描尔维码 添加我的微信号 除了能第一时间收到推送 更有独家解读的视频 等待你的发掘 扫描它 然后带走我 在这里